好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我们专门针对卡梯病房的一些环境 这是第一道门 这是第一道门 就是镇压的第一道门 为了减少失败因子 长庚医院特别设置卡梯专属病房 两道门正负压不同 防止细菌由外往内进入 比如说像这个墙面 我们大概都是做尽量像 无成室的那一种处理 所以灰尘细菌就比较不容易 站在上面 然后上面也有紫外线杀菌灯 比照无成室规格 还有温湿度监测系统 以及能够直接连线 医护人员控台的行动工作车 各种高规格保护 24小时及时监控 就是担心病人 在免疫系统调理的时候 有其他疾病来丑热闹 毕竟整个过程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一步都不能有差错 他先做身体检查 确认何事做协议的 分离跟细胞的收集 然后冷冻以后做基因改造 这个是送到国外的实验室去 所以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等细胞落地了以后 我们确定 这个小孩合适做治疗 我们就开始帮他做 淋巴调理治疗 大概是四天 然后再休息一两天以后 我们回溯细胞 回溯细胞后观察两个礼拜 大概可以出院 原本的细胞要够健康 数量也要够多 所以在药厂端 必须要设好允许收件的条件 等到一切就绪后 在细胞送到国外基改 再送回台湾 这一个月的等待期 最怕病人病情有变化 细胞收好 送去国外基改 这一个月的过程 病人自己的癌症就恶化了 就是你做好了细胞 但是病人恶化 来不及把细胞输回去 那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可惜 你都人力物力 可能已经投资下去了 但是其实病人 根本没有接受到治疗 就离开了 最遗憾的情况 目过于此 这也凸显卡梯 目前还是有许多困境 待客服 尤其是要价 千万元的治疗费用 一般家庭难以负担 传统标法治疗 价格其实已经所费物质 但是卡梯可能是十位 或甚至更高的价钱 对疾病的一个治疗 它其实已经有一个 稳定有效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样的一个治疗 是值得比如说 透过健保的制度 来补助需要的病患 台湾在去年底 将卡梯纳入健保 才暂时性支付 也是健保首次 给付细胞治疗 药价与药厂溢价后 为新台币819万元 但给付条件 除了要符合特定年龄 癌别还要经两线标准治疗无效 自体移植治疗失败 医师认为条件太过严格 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 其他国家都有 当然了 所以我们还要再加上 自体干细胞移植失败 一般就现在目前 最看的就是健保 还有另外还有一个叫恩池 恩池也是要走IRB 也是要到卫福部去审查 也是要跑行政流程这些的 我也有一些病人 他就是恩池也是等不到 也走了也有了 这个专业审核的流程 可能要两周平均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目前从去年 开始有健保给付 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下 据我所知 全台通过了给付的个案 可能还不到50位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审核条件的松井 确实是一大难题 而目前全球核准上市的 卡提产品共有7项 主要来自美国 台湾现在也有药厂 积极投入卡提研发 期望能够实现国产化 降低治疗成本 缓解健保给付压力 在差不多10家左右 有在发展所谓的卡提的技术 那从跟原建制卡提的方法 一直到是不是有比较吸引的方法 能够去更有效地产生卡提 甚至有所谓的 一点应用的卡提技术 那大概都有在发展中 卡提的发展 面临不少困境与挑战 却也在这之中 看到突破的希望 相信这些努力 能够让更多患者受益 为台湾的癌症治疗 开创新奇迹